1月31日下午 郑爽参加某档综艺的发布会 他身穿一件黑色卫衣素颖现身 被发现右眼意外猛着纱布 郑爽称 不好意思受伤了 但为了表示对这个节目的尊重 还是来了 据悉他前一天在家不小心撞到了柜门 导致眼角受伤 郑爽积极配合主持人的互动 笑容满面 但是他一直戴着卫衣的帽子 中途总忍不住用手遮连 可能是不想让大家看到他受伤的样子 郑爽粉丝们看到后纷纷评论道 轻易的小爽希望郑爽眼上无大爱 早日康复哦 因为源于尊重 他带伤站台不顾现象 对于光鲜亮丽的女艺人来说 我们郑爽真的很棒 心疼妹子 祝早日康复 真是有心疼又好笑 行吗 哈哈哈哈 并不是 为了表示尊重 然后就过来 但是其实特别的不好意思 是是是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郑爽也是带伤上阵 要特别为我们的这个节目来站台 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不如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先跟大家来喊炫一下 因为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知道三位也应该都是第一次合作 那我们不妨 在这个合作 在这个节目当中 这个郑爽姐有讲到啊 既会有对抗 同时大家也可能有这个很温暖的合作 所以这样 我们最简单 先让这个小爽先来说一说 你觉得如果给你另外的这两位 经纪人的这个竞争者 要说一个形容词的话 你觉得哪个形容词最适合他们 你觉得他们的战队最有可能是什么风格的 因为我没有觉得我们是要分开战斗的 哦 对啊 我觉得共赢吧 共赢 合作共赢 那就你说说你觉得他们两人的气质吧 比如说我们给的这个title 国际暖男无尊 你觉得这个title适合他吗 我觉得在节目中慢慢体现吧 嗯 那铁血鲜肉张艺山呢 张艺山不如自己说了 哈哈哈哈 这团队怎么确认这个title的张艺山 谢谢谢谢 因为今天小场确实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 而且其实很多女艺人可能是很怕大家拍到这个形象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把现场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郑爽吧 好不好 谢谢小爽